上山奔跑吧直播 唱为乌尔族歌剧 词曲 歌唱 歌曲 歌音队 近日有网友曝光了周深 参加奔跑的路透 竟然被网友认成是小学生 也太好笑了吧 谁能想到这个拥有天籁之音 笑容灿烂 举止像个小学生的大男孩 已经30岁了呢 不少的粉丝恐怕觉得 周深是满29到20岁了 来 放给我 你把他习惯了 放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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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下来 把他这样 卸下来 这样不是周深第一次被当成小学生了 早在2021年周深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宴演唱You Raise Me Up的时候 就有网友将他当成了小朋友 还说他日后必成大器 话又说回来可可爱爱的也没什么不好的是不是 周深在线发博让大家这次管管他 原来是要粉丝帮忙选择任务的场地 自己玩自己的梗也是没谁了 不过深深还记得之前的少管我吗 周深经典名言少管我 现在变成了管管我了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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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出道八年林斐文娱乐圈清流 周深2014年出道 在2002年7月即将迎来他出道的第八年 而凑巧的是 咱们国家也在同月迎来香港回归25周年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周深于2021年发布的歌《旺》 由于歌词情感如素 寄宿着家人相聚的渴望 可谓非常的应景 再加上歌曲的旋律 与周深天赐的声音绝配 借着这一次的热点事件又再火了一把 网友们纷纷表示 周深这一次终于火了 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了 其实周深已经火了好多年了 出道第二年2015年 就为北京卫视现场Let it go 支持北京申办的奥会 2017年获得年度十大金曲奖 2018年就荣获了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 2018年度最佳新人和年度金曲两个奖项 周深还现唱了很多的游戏电影的主题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周深能拥有如此的 鲜音般天赐的声音呢 为什么他能在音乐的道路上 发展得如鱼得水 获奖无数呢 周深无论面对怎么样的环境 总是一如既往的热爱唱歌 不论是屏幕之前的那个小小的卡布 还是光环之下的周深 不论是简陋的出租屋里 还是在群星闪耀的春晚上 只要让他唱歌 他就想拥有了全世界 光环之下的周深和粉丝是朋友 却从来不业界 保你个头是他回复粉丝的标配 经历过坎坷荆棘 却从未失去纯真净爽 一直是一个脑洞清奇的好奇阳光少年 取快递取剑马 没事宅在家里 叫起了外卖 忽闪着大眼睛看着说话的人 舞台上节目里不争不强 默默地在舞台上捡垃圾 总是90度的鞠躬泄幕 红着眼圈又拼命忍住的样子 一遍又一遍地疯狂录歌的执着 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精力 性格实力 不做作的纯净和善良 还有由内而外的阳光幽默 也许现在的你还不太了解他 但是你一旦开始去了解 就会深陷其中无可自拔 会始于颜值或歌声或幽默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有人说他OST多 综艺多 活动频繁 微博也发得多 和粉丝互动也多 怎么了 多就对了 谁让资方导演舞台粉丝都喜欢他呢 不服 拿实力来说话 你是岁月长河 星火燃起的天空 我是仰望着 就把你唱成歌 你是不知所来 也是我心知所归 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 是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我盼身在剑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你曾过过我的天 我愿过成你的愿 愿不忘啊 愿勇忘啊 这生是每一天 山河无恙 烟花寻尝 可是你如愿的骄傲 孩子们啊 暗睡梦想 像你深爱的那样 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 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 恋你所愿的永远 走你所愿